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光着脚跳舞 一身白衣帅气小男孩 每一步都让人心动 说起王一博 这位95后男艺人堪称娱乐圈当红炸子鸡 形象完美 颜值出众气质 拥有数千万粉丝 真的是新一代顶级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他 在刚刚过去的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 王一博一改往日的顶流造型 跳起了现代舞 顿时让人眼前一亮 只见王一博身穿白色衬衫 内搭白色背心 搭配黑色长裤 赤脚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这一幕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要知道 在之前的舞台上 王一博总是走裤炫路线 要么将头发向后梳 要么骑摩托耍裤 要么穿西装唱情歌 这次的舞蹈真的跳到了我的心上 王一博撇下后脑勺 梳起长发尽显俏皮 伴随着新歌像阳光那样翩翩起舞 一股清纯 自然 极致的气息扑面而来 王一博光着脚在这样的意境中翩翩起舞 就像一个帅气的小伙子 演绎着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 他分明就是一个25岁的小弟弟 穿上一身白衣 梳了梳头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17、18岁的美少年 唯美的灯光设计 简洁干净的服装造型 再加上王一博精湛的现代舞 着实让人震撼 果然 王一博一出场 东方卫视跨年晚会收视率飙升 所有人都被他的表现惊艳到了 王一博在舞台上赤脚跳舞 他的青春洁癖帅得让人心最神迷 温柔的歌声 优美的意境 治愈系的歌词 王一博真的就像歌名像阳光那样一样 在跨年之夜温暖着大家 用受伤的心 像上帝的孩子一样 给我们带来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 当一道光柱打在王一博的脸上时 白衣青年宛如仙子一般 浑身散发着一股仙气 25岁的王一博 既能演绎霸气帅哥 又能演绎深情贵族 现在的他已经完美把握了这种治愈美少年的形象 每次都能给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王一博是演员 也是舞蹈天才 当众多明星登台现歌时 他一改往日作风 回归本职 舞者 用最纯粹的舞步演绎最纯粹的内心世界 在娱乐圈看惯了盈盈艳艳 却难得看到王一博这么漂亮的表演 感觉整个人的灵魂都被洗礼了 王一博赤脚跳现代舞 从动作到表情 从形体到意境 每一个动作都跳进了观众和粉丝的心里 王一博 你有多少我们没有的惊喜呢 不知道 果然 回归舞蹈演员后 王一博的老本行可不是说说而已 舞蹈天赋一下子展露无遗 这是什么神仙舞台 王一博的像阳光那样舞台首秀震撼全场 看得出来 他本人对这场表演是全身心的投入 非常的心不在焉 不做错不夸张 肢体语言让我们热泪盈眶 看到王一博的现代舞 终于明白有些舞蹈是可以让人哭笑不得的 王一博的舞台出现颠覆了我对现代舞的传统认知 原来舞蹈还可以跳成这样 原来白衣少年还可以这么完美 赤脚登台表演 应该又是王一博的名场面吧 王一博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高级和接地气很好的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他身上的多样性和兼容性 清冷 高贵 可爱 稚气 成熟感和优态感 这些反差 带来冲击感 有些人天生自带高级感 不是大堆奢侈品 堆砌出来的高级感 简单 个性 纯粹 自然的那种高级感 王一博气质很独特 不敢说是这个圈子里的独一份 但也绝对是极其少有的其中之一 成年后他给人的感觉一点一点变成了 如今已顶天立地 酷盖 记得一次跟朋友讨论 相比耶博 他更喜欢另一位男明星 问他为什么 回答是 长相过于精致了 气质感觉很冷 更喜欢阳光邻家的那种 可能这也算是一种肯定 过于高级 外表不够邻家 是重点 其实 王一博对于日常用度和生活需求 行为都真的很接地气 乔新调的饮料二三十吧 冲浪板二三百吧 五块钱一包的跳跳堂就贵 最爱的食物 粉面 大蒜 醋 火锅 香菜 毛肚 香蕉 炉煮 银 狗接地气吧 几百块的耐克包 背了两年 滑板鞋 滑板鞋也会穿到磨破洞 这个人吧 老实 但是不木讷 调皮 但是不轻浮 随和 但是又有自己的主张 气势酷拽到天上 言行 却又真实接地气 你以为是人间妄想的时候 一个邻家男孩突然冲到你面前 你以为触手可及时又分明 感到一种气场将你排斥在外面 王一博真的是个谜 街舞王一博累倒 脸色泛白喘粗气 被步步做心脏复苏 担忧 但是在舞台上那么拼命的王一博 也确实让人担忧和心疼 前期是因为崴了脚而选择坚持和大家一起练舞 即使是半夜也一直和大家不停地排练 累了困了也不会选择休息 而是争取和大家把舞蹈动作排练到最到位 最理想的状态 不停地扣动作和细节 这一点引来不少舞者的赞叹和心疼 七王一博团队在舞台上的丛林豹子舞 是真的太炸了 动作干净利落 眼神也十分犀利 真的好像看到了丛林当中的黑豹 甚至不知道王一博 你的表情管理是不是坏掉了 这次的丛林豹子 真的是可以按针出表情包了 但也或许 王一博就是为了舞台做的设计 为达到野性和疯狂的目的 让人看到就想到了丛林中的野豹子 但是这么频繁的输出和不停地敢形成 即使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 王一博也终于倒下了 因为这次的舞台是真的舞蹈要过于快 动作也要到位 就得不停地扣扣扣 练练练 作为队长的王一博也是一直跟着练 终于累倒在舞台上 躺了休息一下的王一博 慢慢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后 起身说 又快又累 看着满头大汗 脸色有些微微泛白 不停地咽着口水的他 即使喝水也给人累极了的感觉 这时候才感觉到 原来王一博他也会累 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 他表现出来的永远都是最积极向上的那一面 在面对镜头时 依旧是那个眼睛会闪烁星光 笑容依旧很甜的王一博 你觉得这些演员谁比较合适呢 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